今天我们开一下ThinkPad XE XTREME 这东西怎么开啊 我们把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录进去好了 都录进去啊 感觉这东西有点好 有点紧的啊 这个不像苹果的那么好 还可以啊 这个是大的XE 那你说一下 对这个是XE XTREME 这个是中国目前没有上市 应该是美国的相关资料看一下 对一个特一个 有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个保修就像保修卡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啥 然后这里面就空了 什么也没有了 充电器在旁边 一会儿可以拿出来 然后这两个也没什么用 这两个纸 然后我们首先 看看这东西怎么开啊 往往在这儿 然后 这侧面这个 也给它打开 然后应该是这样把它抽出来 去你嘛 我这个怎么移动啊 所以你就现在就移动了 我能不能上下这样倾斜的脚移动 可以 怎么呢 测 你的右手边 那边有个底下 底下 在这个地方有个 对对对对 把它松一下 松一下稍微松一点点 现在比较紧 你锁 对对对 然后 好 盖 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比较大 它的大小呢 基本上和这个XPS是一样的 都是15寸的 X1 Xtreme 可以开一下机试试 操 感觉没有电啊 你得长啊 不是吧 正常按一下就会亮的 立刻查电 立刻开 那电在楼上 你得去那个 充电器吗 对 你得去那盒子里面 那回头这个影片 影片还得 还得剪 但也不用剪 直接直接传上去 你可以再多做些解释 我靠 感觉这个 电脑呢很薄 我靠这个电脑是真的不错 给泡沫 给大家看一看 烤沫 在侧面 对 这个是这个电脑的一个充电器 哇 这个充电器有点大 比我想象的要大 不过我靠到下面呢 然后呢 我们 这个拿出来 它是 这样的一个 板形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充电器 一百三十五瓦 把这个他妈打开 然后给它插上 够不够长 够 为什么呢 然后呢 给它侧面这样的 揭上 然后我们现在 就给它 进行一个开机 亮了 但目前我们需要解说一下它的 就是 特殊的一些性 你知道吧 对 首先这个是 就第一 它是 X1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系列 就X1 Extreme 然后 Cover Fiber 然后它还有 自己的 就是它是独显 这个是它和普通的 X1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是独立的一个显卡 我突然发现特别傻逼 刚刚前面都没有对焦 我刚对上焦 你按侧面有个钮 就对上焦 反正我现在已经对上焦了 没事 咱们是玩儿吗 其实可以录 卧槽 这开机感觉很费时 要Just a moment 一般都要很久 诶 好了 处屏吗 不是 干 这个不是处屏 那感觉不稳了 处屏的话 加一千刀吧 500 没有 处屏的就是要比这个便宜 I'm Cortana and I'm here to help a little sign in here a touch your wifi there and we'll have your PC ready for all you plan to do use your voice or the keyboard along the way and if you'd like me to stay quiet just select the little microphone icon towards the bottom of your screen if you need an assistive screen reader press the windows control and enter keys get and turn on narrator okay enough intro let's dig in 就我的手特别丑 you're region you're region is se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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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keyboard is set to you're keyboard is set to you do you also type with another keyboard layout scape scape now let's get you connected to a network that way you can get updates apps now type your credentials 这个不能录 但是这个开机视频感觉没有特别多的特性展示 包括你那个敲键盘的感觉能不能说一下 对我就是它就是很经典的这个thinkpad的键盘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也做了一些这种圆角的处理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嘛 这个旁边是一个dell的那个xps 然后它的这个键盘就很low 因为它的每一个的这个键子是是边缘是比较锋利的 但是这个thinkpad的这个键盘它就做了很好的这样的倒角的一个处理 所以摸起来就特别的舒服完全的不个手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戴尔的xps的话就摸起来很个手 就这种孤立感比较强 offline account 你现在要设立了一个网址的网址 不 但是我需要 你需要名你的网址 好 现在你需要名字的网址 嗯 chose your last question type the answer and you're good to go use windows hello to unlock your 让我设置一个指纹 Cortana我是不想用的 windows can save your spot in apps no these are the settings microsoft recommends go ahead and review them and select accept when you're ready 没什么亮点我们这个视频 your device manufacturer would like you come 不太会录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风格 we just need to get a few more things polished up for you and windows will be all yours 我觉得还挺简单 就对对焦啊什么的 然后看一看 那现在已经进去了 对啊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windows的一个登录页面 然后它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点是 它的摄像头是可以自己挡住的 等一下我对焦一下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 对就是它的 重新重新移一下 就它的摄像头是可以挡住的 就你如果因为有些人比较怕偷窥嘛 然后他完全可以自己把这个摄像头给关上 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可能性能看到你 然后另外呢这个键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layout 就是就非常的舒服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的指纹识别器可以使用 然后拍一下指纹 对有一个指纹识别器嘛 然后触摸板的话面积也比较大 然后手感也非常好 就非常的细腻 然后呢也比较滑 灵敏度 我觉得刚才视力还很高 然后我们可以从侧面看一下它的接口 就首先这个我它作为一款这个超薄的电脑 我觉得它的接口是非常齐全 首先可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 它有两个USB接口 还有一个SD卡的读卡器 然后还有一个电脑锁的锁孔 这些就是比较general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的话呢 它还有两个USB Type-C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然后它非常好的是有一个HDMI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因为现在HDMI还是非常常用的嘛 然后这边是一个耳机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迷你 应该是一个迷你的这个网线 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 你对过来对过来我看一下 90度一些 这个东西是应该是一个网线的一个迷你的那个USB Ethernet的那个口 这个是SyncPad自己的那个interface 对自己的那个Dock Station的那个口 对我有点我有点不确定 但是然后Cunderbolt是吧 对然后就是USB Type-C 然后Cunderbolt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3加5 然后这个是它的电源 有一个小小的指示灯 然后现在电源 现在电脑已经完全开起来了 然后我配的是它的这个顶配 然后是i7 然后独立显卡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应该是售价好像是2000到左右 应该是X1 Extreme里面就最好的一块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置 感觉闻起来不错 就它有一股新的电脑的味道 对然后这款电脑因为是独显 然后它是一个i78750的CPU 然后16G的这样的一个内存 应该是已经是最大的了 然后它再往上的话可以 就我这个电脑配的是512的一个SSD 然后我知道再往上一款是有一个 1GB的一个SSD的一个配置 就你可以更往上升一层 但是因为我觉得512对我来讲 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因为还要外接一些NAS存储的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再往上配了1G 然后我还另外配了一款就普通的X1 然后那个是因为我要就是商务用多一些 所以需要存储的东西也比较多 在那款电脑我配的就是一个1G的SSD 然后这个电脑它整体是15寸 就和XPS15和叫什么MacBook Pro是一样大的 MacBook Pro 15 但是它的重量要比XPX和MacBook Pro都轻非常多 因为它是一个碳纤维的机身 并且它们要它这个电脑要比MacBook Pro和XPS都要薄 然后手感上我因为那两款电脑我都摸过 但是那两款电脑都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机身 然后XPS好像它的B面是碳纤维的Carbon Fiber 但是我觉得这个ThinkPad给我摸起来的感觉是最好的 另外这个电脑也是ThinkPad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它是可以180度打开它的屏幕的 这个是我觉得是在很多时候工作过程中非常有用的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电脑平摊到一个桌子上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 同时这个屏幕的可视角度也非常好 就是我在接近180度的时候 仍然能够看清这个屏幕上的显示的内容 而不会像XPS那样 就它可视的角度在就120度以上的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看不清电脑上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屏幕的亮度应该是300尼特 就比较应该也是比较亮的 因为我选的是高配的一个屏幕 然后另外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的一个外观 就是ThinkPad有一个经典的ThinkPad指示灯 然后这个地方标识了一个红色的一个X1 但是它X1的侧面有一半是红色的 因为这个标识的它是一个X1 Extreme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的背面也就是有些散热器 同时这个地方有两个喇叭 也就是说它的喇叭是设计在机身底部的 稍微偏侧面一点的位置 看一下喇叭 喇叭在这里 喇叭在这两侧 然后它的音质的话 以后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然后整个电脑我觉得比较安静 之后也非常简洁 然后它的充电器 是我觉得不是很满意的 就是因为它的充电器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款便携电脑 它的充电器有点太厚了 而且线又就是比较混乱 我就更倾向于它能够设计成 苹果MacBook Pro的那样大小的一个充电器 并且完全可以再美观一点 不过我知道这个充电器 是有一个快充的技术 因为它有135瓦 它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 为这个电脑从0充到80%的这样的一个点 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它的一个牛逼的之处 然后苹果的MacBook是不行的 它的充电速度是没有这个快的 但我不知道未来的版本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这台电脑的充电速度是非常快的 同时它的续航能力也很长 正常使用的话能够12个小时以上的电 OK 就我大概想到这么多 就我当时买这个就是一个情况 然后我就OK 我们结束吧 咱们把这个 按一下那个红色的钮侧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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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